香港人網敢講最好聽 天賴港德 Hello 大家好 歡迎各位聽眾或觀眾 收看或收聽第二集的《酒飾才氣》 因應我們聽眾的要求和提議 我們節目由今晚第二集開始 就會由星期一轉為星期二 同時時間方便 因為聽眾很想聽我郭兆說多些話 所以就會將時間改為八點到九點半鐘 多加半個小時給大家發問問題 今天首先介紹一下 今天我們的主持除了有我們的郭兆明博士之外 也有Tina和多了一位美女嘉賓 就是劉敏儀博士 其實劉敏儀博士是和郭博士 之前一起負責國際上的慈善和教育工作 不如將今天時間交給兩位 首先要補充一些網友問的問題 首先要補充一些網友問的問題 第一件事是有些人問我那個醫術問題 有些在網上說 為何我會說到隻蟻分三缺 那麼神奇 就當作魔術 有些人說這個人沒有排行醫 就犯法 那他們不明白 如果真的有那種醫術的人 是人都不用見的 如果醫人要見到的人 已經不是我們的科醫術來的 講一個例子 多不可以講 但當然我在這方面的學問 就有局限性的 亦都有選擇性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出手 因為你不可以去干擾宇宙的那個因果法則 所以我們有一些條件 就是需要出手的時候就要出手 但最基本原則就是 就是說如果在世界上 有藥 有人可以治療的病 我們就不可以出手 還有就是說 如果他不知道用什麼藥 或者找什麼醫生 我可以介紹他去醫 但如果知道 世界上沒有藥醫的病 又沒有人懂醫 我們可以考慮出手 出手就不一定要見到人 以前香港班的一把手 劉智傑先生 是我的學生 因為他幫我這麼多年 有一年 十幾年前 他給我電話 他說 想問我有什麼方法 令到那些兄弟姊妹 不要那麼傷心 因為他媽媽在醫院 醫生教大他 也有心理準備 八十幾歲 他自己不介意 但見到那些家人 都比較傷心一點 問我有什麼方法 化解 平衡心態 他說他不是找我 要求我幫什麼 但我就立刻在電話裡答他 我不要緊要 你幫我十幾年 在國內 在中國 做農村的工作 用你的身份 當年在香港班 做一把手 為自己國家做這麼多事 我問你明天答正幾點 讓你媽媽聽我的電話 用右邊耳朵聽我的電話 他說我媽媽聽不到 好東西 在那個 深切治療地方 又在封氣 醫生說差不多要簽名 我們不要緊 我們讓他聽就可以了 聽完我的電話 除了十年 那麼神奇 你博士跟太太說了什麼 這個保留 這個保留 即是說 現在的醫術很淪盡 最簡單的說一件 少少上色 大家知道 我當年為何挑戰楊永強 這個醫務局局長 一個是壞到沒有人有 廣東省 有個姓鐘的先生 是處理到很多 沙士的問題 被人參與 來開會給你意見 死了二百多人 你還要用這麼重的藥 令到病人 和病毒同歸於盡 我才受不了 你這樣再搞下去 就很大件事 在我們以前歷史上 這些是瘟疫 一個理由 為何挑戰他呢 這些沙士 三十九度就死了 他不能去生存 只要我 去吃沙士的時候 塗在鼻子裡一起做 他當然不夠膽 因為他問過我的朋友 問過其他局長認識我 他說你不要拒絕 他這個人有很多 符筆的 他們在死 我說你做一團人 我單人匹馬一 你做一團人 一起找沙士 塗在鼻子裡 自己割一割 然後他不敢挑戰 應戰 我們是比較容易 有方法的 另外一件事 為什麼現在醫院出了這麼多毛病 他們的觀念上錯了 他們任何的病 他當是敵人去打仗衣 一定要殺死對方 譬如說你一有癌症 他當你的癌細胞是敵人 變成觀念上 就要消滅了這個癌細胞 就是一個主流的思想 這樣就很大件事 所以殺死那個癌細胞 就連人都死了 因為人體本身 每一個人都有癌細胞 如果你沒有癌細胞 你不可以成長 到功能用完 他病了 以前我一個師傅就厲害了 你們在市場上問問 你應該會問到 問到有些這樣的事 我為了研究 他的功能 為什麼這麼厲害 我用了十年時間 因為他不告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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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都不會告訴我 你未夠時間 他不會告訴你 如果他肯聽你的電話 你的癌症 一個星期內沒有了 我當年我師父 師公更厲害 在圖書中找到的 有幾載 你找到上海的幾載 你會找到有人 這個我研究不了 我十年時間 我知道 是有可能做得到的 是什麼理由 可以聽你的電話 你的癌細胞 沒有了 但我師公的衣術 我就研究不了 沒有了 因為在歷史記載 有個姓蔣的居士 太太死了 庭官 當時是在民國時間 要興庭官 不創事 庭官了七八天 是我師公 叫醒他 這個我研究不了 真的研究不了 因為你庭官七八天 一個人根據病理常識 來講 四十幾個小時 已經有師斑 那些肉 開始 血清了 開始腐爛 這個到現在 我都是不解之迷 但癌細胞 講電話 可以不見了 我是解決了 但我做不到的 因為我控制不到 我知道 你知道它的原理 我知道 我知道 而且我是狀態 醫了幾個人 這麼厲害 我不知道 因為我試過在船上放山 有一年 有個七十幾歲的婆婆 走來扣幾個頭給我 我婆婆你什麼事 我不認識她 你起來吧 你長者扣頭給我 你會折我福 明白 我受不起 我側身避了她 你起床什麼事 她說 我去年來幫你拿一條紅繩 即是我的紅繩送給人 她說她是幫親戚拿的 她親戚是三期的癌症 如果我求你這條紅繩 被親戚帶好了 我一定要回來扣頭 所以我今年就要來扣頭 即是扣頭是感謝你 但我是不知道 我不是有心出手去治療 但如果在我們控制到 我治療療病比較厲害 但我很貴 但博士湯 其實雖然你自己 就說是不知為什麼 醫了一些病人 但其實你現在想回 你可否透露一點點 究竟原理是怎樣 怎樣可以治療一些 抹期癌病 是很厲害的 世間的人治療病 不是治療病 因為病是一種宇宙的一盤數 如果治療病 如果治療病 人不會死 如果真的有醫術治療病 人就不會死 我只不過把病的病 推後了 是 其實她也有癌症 不過遲些去發病 或者甚至不發病 推後了 有時候你未必出手好 譬如今世她 趁早她病完 後來就不再病了 郭博士,你的意思就是 你推後了 你當好了 推後了 可能未必是這一世 她那門債一定要還 在我們的佛學來說 那個病是Karma 因果的回應 如果是這樣說法 在你自己的立場來說 你覺得推後了是一件好事 還是一件壞事 如果這個人有 所以我們說 為何要不隨便出手 要算 當年陳八強出事 是有人帶來找我 在九龍堂 我就問他 阿丹條仔的媽媽 我說 如果你丹條好 你有什麼動作呢 他回答不了 回答不了 我祝福你丹條仔過生日 我希望他遇到有人醫療 跟那個明星咒了 那個明星帶她來見我 明白 後來她明星 我朋友那個女明星的媽媽很厲害 她問為何郭先生不出手 她媽媽問我 因為不可以立遠出手 你不可以干擾宇宙 那有什麼條件才可以符合到 郭博士或者其他很厲害的醫術的醫神 去做這件事 有什麼條件你們認為是可行的呢 那天留下世界就行了 可以說嗎 剛才那個醫生 因為你說一件事 那會不會說 你剛才說到 他遲些才會遲到 但你影響到這裡 可能會有更加重要的事情 他留下世界是有作用的 是有作用 明白 例如一些可以有益到 其他人類人群的人 如果他留下的話,就變相你醫治他就做了一件好事了 有個機緣,你要出手幫 明白 要不然你一般不應該干擾 因為有時候,如果你博士這樣說 說得出你可以醫治末期癌病的病理 不是我可以醫治,所以不是我可以醫治 是我們知道可以做不採好的 我師父就厲害 明白 我們醫上的久留吧 別這麼說,但你會覺得這是一個緣分呢? 有時候,你對著一個人,你可以間接或者直接 我是跟那個印度大師說 斬開三隻藝三缺那個 我當然不會收拾走保 但我上次那天沒有說 我當然是跟著給他拿些資料 這麼厲害,找一個藝三缺 搞完就行得了 我還會走保 明白 我們學過那些醫學 很神奇的 你最簡單的說 幾千年前 有沒有那麼多藥 有沒有醫生 有沒有細菌殼 有沒有解剖殼 有沒有微細菌的顯微鏡殼 有沒有化驗 什麼都沒有 那些人為什麼不需要醫治? 但是,那個感覺 會不會做那些草藥 你現在貓狗自己生病了 都會跑去山上治治自己 找一些草藥自己吃的 那些狗 人是沒有了很多天性的靈感的 越來越大件事 那就... 如果有三分毒 一個人帶十幾種藥 還有一些不良醫生還要結固 譬如你遇到一些醫生在繁華社會 不要說香港 譬如你在美國或者在另一個地方 說香港你就誹謗那些醫生 你遇到那些人輸了為你債券 你走過去他不掠你的刀 不然怎樣去買油艇 怎樣買豪宅 所以我們多數幫助醫生 第一我是多數幫助英國 多數幫助屋邨那些五十多六十歲的人 五十多六十歲的人是世界子弟 他有個人心人術 某些屋邨醫人在街坊會 在英國畢業那些 他的守則很嚴格 他那個風氣 如果你醫三次可以好的 你要醫救五次的話 全行的同行是排斥他的 是不跟你來往的 大哥 這麼厲害 是啊 他們這個不是法律來的 是 是一個行業的道德約束來的 可以說是一個守則嗎 不是守則來的 是一個道德方面 是他在行業上 如果知道你三次可以治好這個病人 你去搞到五次 全行都看不起你 明白 因為會養得出去 因為會養得出去 博士 網上也有聽眾問到 有關於斷食療法 你怎樣看呢 對一些特別的病情是有益的 但如果你的身體營養不夠 就有另一種副作用 我想這些要找專家 但最近我知道台灣 就拿了一些印度的東西來搞一大堆 然後他賣很多產品給你 那些產品是否針對你 在斷食期間 那些產品叫你根味 買什麼營養 很多東西 斷食之後 就要吃很多營養的東西 很多手味 很多手味給你玩 那些我們叫什麼 那些叫噱頭 所以最簡單的 如果保健很簡單 第一 你捨得喝好的水 怎樣叫好的水 中國地方是軟水 譬如買一些法國泉水 不要煲滾 水煲滾了 就對人看不好 煲滾了 但是香港的情況來說 我們平時不會喝水 因為你的水管 經過水崩 運到你家裡 一個很大的喉管 再壓小了 到幼的管上樓 你那個水的分子打死了 你再煲滾了 就整個水的生命沒有了 譬如用滾水淋花 一花都不生 這件事我聽過 我們一向是種花的時候 一定是用生水 我今年整個六十八歲 小朋友 你真的很精神 我是可以 我就是喝很漂亮的水 那可不可以博士 告訴我們 怎樣為之很漂亮的水 如果叫我打開水喉 就這樣喝 我就不敢了 我就用法國泉水再變低鹹性 我還有一個分解器 即是你不會喝水喉 開出來的水 就是一枝枝的法國泉水 我不敢喝香港水 有香港水 譬如在新界那些更大 有什麼問題 因為它是冬江水利 冬江水利 冬江水利 有些地下的油 跟它混合在一起 很稠的 我們不肯 那些工業油 即是你意思 那些水的質素 其實是不好的 其實如果你試過過濾過 你就會看到很多菌 平時你開水喉得黃的 是的 過濾就很表面 但是水質你過濾不到 所以在古代那時候 我們中國修道的人 很長命的那些道士 他首先要找一個泉水 跟著有指五峰的地方 即是空氣流通 那些真的要找一個濃穴的 它有指五峰 但它有一指五峰 不會藏矮 它有一個地方 通鎖 哦 那至於現在 水是最重要的 即是人體喝下去 你覺得水 水和陽光最重要 水和陽光對健康最重要 空氣 現在很流行鑽石水 好了 這個就不說了 扯了話題太多了 交代一聲 我的醫術 就不是像普通人出手 但也要補充 我有國際出手 救人的牌照 拉伸 我還有一個專業的心理治療師的身份 我當然不用掛牌 但我為什麼要拿呢 我怕在中國 很多人來問我問題 問完之後 他跳樓就入了數 所以我下了那個牌照 所以我下了那個牌照 譬如我出手救人 他出了事 我又揹飛 所以我又下了一個國際的牌照 所以我們是有這個資格 說回第二件事 還有幾個時間 其實現在的時間差不多了 這麼快嗎 是的 我們第一節 因為其實我們大家聽眾 很有興趣 要再幾個分鐘 我們現在第一節的時間 差不多 我們等第二節再回答其他問題 因為我要補充這些問題 不要緊 第二節再見 OK 香港人網 音樂癖好 嗨 你好 我是偶生明 事後環組 是源自身邊很多朋友說 2012年很多這些的選擇 很多這些的擔心 或者擔心 擔心是否應該擔心的事 之後就發覺 是不是要趕快做你很想做的事呢 事後環組 做多一些早也未嚴重 心中的清單 每夜每天在數 要花多幾多心思去做到 事後環組 想說的 應該做或者找到一個年頭 應該馬上去做 一路歐生明 都是這樣的 還有我還要加上 其實我相信 可能月曆多了 或者人生經驗多了 看的事物 他的地方多了 我就真的越來越發覺 如果這樣做 都要看著結果去做 反而是做不到的 還有有時候 反而你不看的結果 在這個過程裏面 在這個目標 或者你追求的理想 或者夢想的目標裏面 你會有很多特異期內 或者你意料之外 會衍生出來的 思想不到的效果 我覺得這樣可能是更有趣 事後環組 從雨 自愛你會珍重 痛快在笑聲中跳舞 但必然 天方如地露 Just let it go Just let it go 這句說話怎麼聽 就真的看你個人的性格 正如潑水是潑潑滿 還是潑灰冰感 這個真的很體人的性格 我的性格 當然 Just let it go 就叫你以無反顧 當然就不是叫你 算了 我從來都不是一個灰的人 所以我那個 Just let it go 的意思就是 Follow your heart 你應該勇敢地去面對 你的心 告訴你你想怎樣 早點開始 相信 靠自己 還好 早點開始 早點會做到 早點開始早點 早點會做到 早點開始早點 早點會做到 早點開始早點會做到 香港人網音樂癖號 我是偶新力 早點會做到 就色彩氣 支持郭兆明博士 回到第二節的時間 剛才博士很清楚告訴你 一些關於醫學上 比較神奇之處 之後呢 接著這部分 我們又講完全不同的東西 答問題,答完這個問題就講今晚跟Dr.Liu講的主題 問題就是有些網友問我對法輪功的看法 坐開一點就怎樣?我慢一點,慢一點 因為我們貼少許麥克風聽眾就會聽得清楚一點 有些網友問,希望我答一答法輪功的看法 如果全部回答就很論重,因為太複雜 約了講一點 首先講背景 為什麼法輪功會形成呢? 當年有一位勝利的先生,他很聰明的 他拿了中國的五琴器 百段感的一部分 另外有一些習家的套立方法 在他自己生活的地方聚集了一些人 他很早起床要一些人來練功 改革開放後,中國出現了一個現象很論盡的 一般的市民不敢生病 以前有單位,你生病就有單位賺錢 到你改革開放後,你生病就自己付錢 所以很多人真的不敢生病 變成有些人有些小毛病 跟著他們練功 那你真的好了 但其實呢 如果你早上六點多起床 早睡早起 早起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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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也聽聞很多人跟我說 睡覺的時間真的影響人體 例如早起床 早起床 早起床 就算你睡了那麼多個小時 好了 再補充一件事 令到有些人可以參與組織的活動 做到很小規模 另外還有現象 就是中國又是特色 很多退休的幹部 如果中國退休幹部 有很多問題是很論象的 如果你最高級的大官 退休下來 還有一些位置安置給你 做一些二三線的工作 有什麼接募應酬 你可以出席一下 如果那個中下層的幹部就結了 等於香港那些中層的公務員退休 前線你是不認識人 反而譬如以前在警察部做的沙戰 那些普通人 退休出來認識很多朋友 很多前線 中層的結 但大陸更多了一種麻煩的地方 因為毛澤東時代 搞的文化大革命 人與人之間沒有信用 他和我的單位都不敢聊天 他和一層樓住 退休下來 他們都不打招呼 旁邊左右 不知道大家都害怕的 你明白嗎 人與人之間 這個還未恢復 到子女離開了 待會兩個老爺 沒有朋友 很寂寞的 身體有毛病又怕病 有朋友介紹你 早上去練功 去到有班人聊天 就交上了朋友 交上了朋友 到你熟了 身體好了 你很善意去叫人獲法良功 因為你是受益人 你享受到 然後你再熟一點 他委任你做個小組組長 例如在什麼公園 你是第幾組組長 你嫁了一班人 你變成了存在價值 好了 到後期怎樣發展 就有一點笑話 我們中國一個勝利的大官 全名不說 你們自己猜 他太太有一年 落到一個傘出差 突然間在吃午餐時間 有事 胃不舒服 頂如痛 其中一個幹部 學法良功 立刻教他練 後來他做了一兩次 他做到雙手朝天托三招 那一刻就通了 通了之後 他在飯局的時候就說 有沒有搞錯 這些這麼好的事情 國家不推廣 等等 他真的很容易 回去跟他說 有些幹部 你知道我們國家的規矩 不是這麼容易搞一件事 可以 我回去叫我老公幫忙搞 然後回到北京 找李大官人 通知那個體總署的 好像一個聖悟的先生 那時候做局長 就放了國家的項目 就在發揚江大 發揚江大到上下 有些外國勢力 就利用這個組織 就深入了進來 給了很多錢 然後這個創白人勝利 就很聰明 他到現在 在錢銀女人裡沒有出事 是不是 通常很多人 搞到那麼上下 就在錢銀女人出事 他沒有的 你的意思是有 但是沒有出事 他沒有出事 因為他很聰明 他是賣一些書籍 賣一些錄影帶 他分了一個 好像是多少傳消術 每個地區的小組 後來成了勢力之後 就有一些行為 令到共產黨害怕 因為中國政府很怕 別人聚買一堆 其實這樣的情況 會不會說 真的很多人練了法輪功之後 覺得對身體好 所以就越來越多人去參加 兩件事 這個事實 因為你這麼早起床 又早睡 你練一功好 但他有一點問題 是有偏差的 如果有些人很執著的話 他有法輪在那裡轉 你沒有人在你身邊 帶你出來 你會有危險的 這個事實 但我們也反對 中國政府當年 用一個這麼極端的手法 去打壓一個團體 我覺得共產黨在政府做事的方法 很粗暴 當年我們也說過 美國整件事和他組織好了 在微三分和想出來 說李先生都還沒救 我們要佛祖報夢 要補充多幾個招式下去 將他慢慢糾正 但是共產黨處事的方法 並不是 他最好用的方法最快 全部收工 打你邪教 那就搞出事了 但後期再涉及外國 有些力量勾結之後 他們很便宜 有些隱蔽利益 譬如你練法聯工 如果你有機會偷渡美國 一下機 你便可以有宗教的迫害 不用走 好像你上集所說 宗教上的國際庇護 是的 他優先要讓你留下 很多人可以借這些方法 凝聚了他特別的勢力 現在發展下來 他都很龐大的 但是他的工法 你一般人理 就算他去公園也有效 另外有個網友 問那個 問那個 真佛鐘 那個盧省先生的問題 這個我保留了 因為我們中國很古怪的 什麼都有人信 什麼都有人不拜 就是他自己的命運 譬如說 我信教你 你信邪教你的命運 譬如你信伊斯坦教 你信錯一種 你無緣無故會摸他 他自殺 十葉派 是啊 有十幾個處女 等著你去應酬他 等你去的 天堂 是嗎 回教我真的不太熟 是不是 所以說 你去學習的時候 最好是你自己有一個理智 看他主事人的行詞 是怎樣 就是我們人 應該自己有分析是非的能力 最好是多些找資料 但有些人信了你 不可以叫他不要信的 他覺得自己沒有面子 會信錯了這件事 所以宗教也是挺論盡的 我們以前做研究 我們可以抽來出來 好了 有些什麼 講過今天的主題 劉博士 你看那個未來形勢 怎麼看 因為其實現在都 我們都講了很多不同的聽眾 不如說回香港 其實我們都是有一個國際的都會 是啊 其實全世界發生什麼事情 香港都會有影響的 最近 譬如我們看回 普京又上場了 又開完兩會了 那麼多領導人 都有不同的一些目標 在接下來的時間 例如看回香港來講 你覺得對於香港 香港在國際的形勢上 接下來有什麼點看呢 郭博士 香港好壞 你都要看中國的影響最大的 是嗎 因為你們覺得 中國對香港的影響 佔了幾百%呢 即是比起國際上的影響 現在一收 你自由行都收工了 但有些人說 數據上來說 自由行帶動零售業 我們只是說零售業 大概是影響到3%左右 其實這個 你們怎麼看呢 我想整體來說 如果沒有了那個 自由行那些消費 整個零售業都差很遠 只是旅遊來說 我相信由內地來的人 已經佔了很大部份 因為最重要的是 以前回歸後 每個人都沒有去 將他一盤棋去看 我本身是旗手 如果大家上網 你拿到那個 Spratchurch 那個.com 第三個高級的人 我九部黑白棋殺棋 你們八部殺棋 有五萬元獎金 快點去玩 解決那個棋局 我九部殺棋 黑白棋 那就是要挑戰 Dr.Roy 不是挑戰我 在國際電腦的棋 我經常都希望 那些小朋友 學足棋的 你看俄羅斯 俄羅斯 為什麼他們佈局 那麼厲害呢 在國際上 他們的棋手 很厲害 想的 好了 因為你香港 回歸之後 大家都鬥吹吹 又搞什麼講 什麼講 科技講 你搞科技講 拿了幾十億 搞科技都不可以 搞笑的 他們不懂得 我可以把錢 找到中國科技的大學 我們給他們資源 他們去研發 香港的優勢是有的 但是你不懂得定位 那這裡可不可以講 一些融合呢 因為其實國家裡面 有很多中科院 香港剛才有科技院 其實會不會在發展方面 兩地可以多些融合呢 好東西融合不了 好東西融合不了 即哪一方面 我們反而沒有這麼好的東西 融合了呢 這個說回我們中國小妖歷史 我們都做過一個研究 這麼多朝代 十年槍下讀書 還要讀聖賢書 考個鄉市 中了舉人 再考那個省市 才能中到壽才 有時候你都未必去到電視 做中視 入十格 前三格 做到狀元才做過七品官 一方之主 你都可以補一方平 為何這麼腐敗 一代一代到現在 再接近一點的 有個陳水扁 前一個星期 我們香港還有一個 現在被人搞得周身矮的 曾先生 幾百萬年生 這是我們中國一個 很長遠的基因 你讀這麼多書 這麼多理想 流香港血 你和香港人做過什麼呢 好了 第一把手也是這樣 第二把手做政務司 也是這樣 家裡幾個人住 兩座大屋都未夠 要多挖一個洞 好了 今天看報紙更古怪 整班局長官仔 晚收很多禮物 你不收就不用死 有個傻子強 還仆街 我的經濟局長 一年十月個月 你會有九次出埠 每次去找最遠地方 這些是我們香港市民的錢 即使不是錢 市民上都會覺得 其實你經常去出埠的話 有多少時間留下 那些局長的人 很醜 那些局長的人 一上場就展示卡片 是吧 然後又搞一些停車 適時搞省電彈 我們省電彈 婆婆不懂 搞省電彈 你用一個腦 聰明一點 知道這麼多錢高薪 再貪一些小皮兒 是很醜 你明白嗎 是的 我們都看到很多 就是這些 剛才說到 香港也有些好事 是嗎 因為香港有好事 那些人 你不是坐在那裡 為社會做事 你是看不到的 如果你真的想起來的人 烏鷹飛過 你知道公還是那 那些人 那些人大笨象 走過都不知道 中國給你司法 你 你發揮功能嗎 好了 你住香港那些中聯辦 和港澳辦 那些看著香港的官員 有空 你就要去中聯辦 吃鮑魚魚翅 是吧 兜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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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西装和子女 你會看著香港整個局勢去發展嗎 你沒有拼到整個長遠計劃 譬如我們現在有機會讓醫生理由想想 有些長遠計劃我們應該去留意的呢 我們未必一定做到 但起碼我們想做到的事 他們做不到的 如果我做一招香港五萬點股票 因為現在中國的中國領導都沒有空襟 鄧小平先生可以有空襟 如果我做了宣布 我將港澳交給台灣托管 五萬點股票 你怕香港股票走了嗎 你沒有空襟嗎 你說被英國人逐租約 你就說有喪權辱國的問題 台灣是我們中國的地方 到現在都在說是我們中國的地方 那就交給台灣政府托管 擴大這個版圖 將台灣整個金融市場都放在香港上 我想問兩位博士 劉博士是讀經濟產業科 如果像郭博士這樣說 如果將香港的金融市場 我們只是說金融市場 給台灣托管 整個香港行政區都放在台灣 如果是這樣 對經濟會有什麼影響呢 香港股票市場 你不用怕你共產黨 你真是和平 是不是有信心 證明你共產黨 我們現在都是一個假設性 你沒有這樣的胸襟嗎 有這樣的戲拍嗎 你現在沒有了 這一代的領導人 過得閒 兒子去美國讀書 誰認識多叫朋友 做得好處 退休 找一份工作 你以前老一代的 我們回去就是尊重我們老黨員 非常尊重 他們真的很多 現在都在為國家做事 我認識很多這樣的人 但最近中國有些希望 有一群年輕人是不錯的 所以你那個網台比較好 譬如香港人網 大家年輕人 那你就收資料 收到一些貪污 就把他們的背部 因為可以有ICAC 你國內都可以 你就擲料 起碼你有阻嚇作用 你現在中國是搞到一條龍 的貪污腐敗 這是中國歷來的惡集 如果你說能夠公開一些 譬如人知道哪些貪污情況 都說出來 起碼他會比較害怕 當然 國內都沒有ICAC 等他有中紀委 就是這個 這個 大家 理想自己的國家好 首先 要令到他們 那個 那個 幹部 要適走財 適走兩關 才行 你現在的國務 多數是欺負錢 女人 你要過到關就行 最難過的是 你看到另一把手 做政務司 下來的 屌屌屌 你說選特首 怎麼選呢 你無緣無故 有個女人抱著兒子出來 叫爸爸 你怎麼搞 他自己都沒有空 還在政治上危險 你這麼多見 手尾不清 到時那些女人出來叫你找債 要洩漏社會 你那個行政是機密給他 他應該出去選 他是傻的 現在我們經常說特首的問題 你感覺到 譬如現在 大家都說到 有梁有糖 近期又說到黑金政治 那是搞笑 應該以什麼角度去看呢 第一 你都沒有足夠證據 你說看了報紙 你和江湖中人在這裏 在這個社會江湖中人都有人權 那是不是所有的人 以後要問吃飯的時候 你們是不是江湖中人 江湖中人我不坐下 他們的全部搞錯了 你那個是一個鬥爭來的 有些人明知自己沒得玩 那些東西出來拔下水 所以最近你看報紙說要求留選 留選就是大家沒得玩 這些是小孩子的所謂 其實他律師公會要出來澄清 你如何定位江湖 就算我殺人放火 我已經坐牢出來 我已經對了數了 你不可以社會說看不起他 對嗎 你要說證據 我們其實也有一些聽眾 他就說 好了 我們現在就說 如果梁振英他真的做了特首的話 對於香港的經濟會有什麼影響呢 會不會有影響呢 在今天我沒有看到這個人 那些人是觸犯了的事是成案的 就是唐先生那些我們看到的 你有錢見就有錢見 有女人就有女人 但是這個梁先生呢 我又不認識他 又沒見過面 但是我做領事的時候 有一件事呢 我也記得這個人 因為我曾經有一年 就送了我們國家的禮物 給一些官場的人 就是每個人都有賺的 小禮物 他很守規矩 他親身福送一封信 多謝我們收到我的禮物 有些沒有福的 但是就說 這個人呢 我自己個人觀察 他在部署某一件事 都不簡單 這個是一個都挺深層的人 但是如果你說 等於我們那天聽電台說 有個河先生說 他看不到有什麼錯處 這個不容易 但是我覺得他有能力 如果他說他是共產黨 就更好 如果現在他那些人說 聖良的地下黨員就是共產黨 如果他是就好 對香港好 他鎮到牆 回到中國和人開會 不用被那些黨官欺負 那你認同很多時候 有部署這件事 不等於是負面的 當然不負面 譬如梁先生 是共產黨員 我回到香港 就是土共 都不可以欺負他 不用被你左隔隔隔隔隔隔隔 拿著票又不過 搞一堆分錢 就是土共 他找回自己人去制衡他 那就是說 你也認為我們將來 穩中求變 因為我看現在兩會 都是穩中求變的 香港很容易搞 整個國家這麼大的規劃 在發展 你用好絲襪法 你只做兒童用具 還有那些用品 還有那些食品 加工場都不得了 代替一些膠花和原子粒廠的時代 你幾個地方還沒有開發 你沒有那個軟件 你搞個西狗 整集的人變成狗犀 啟德機場就放在那裡 曬隻 是不是 即是胸襟有多些 包容性 不同的產業又可以做多些 像剛才所說 我們說的消費 我們在食品方面 都是一個出路 當然啦 大陸的人這麼多毒品 全世界 我很討厭中國共產黨 在這方面 全世界沒有國家 做些毒死下一代 即將來人家不用打 你的國家 自己收工 全部自己毒死自己 其實對於這些 有毒的食物 人民每天都會接觸到 政府有責任 你搞什麼 這個政府 睡覺 在那裡搞貪污 你中國那幫官 如果政府有責任 其實政府來說 應該是哪些機構 全部有責任 但他們是壞到沒有人有的 據我所知 譬如那時候搞毒奶粉案 抓了一群人 他串謀了法官 做個假案 判了 坐了監 整個筷子 扔上中央 待會他放出來 繼續開檔 所以很難管 中國問題 不是普通人看不簡單 所以這裏 香港很矜貴的地方 就是我們的法治 是啊 香港 怎麼可以在這裏 有得上訴 還有由一個本身的正規法律 變成你有貪污 那些全部都是很 查得到 透明度比較高 還有我們有監察 中國一條龍 沒有人敢說 是一條龍 有它賣光地 有些村都挺好的 它分錢給你的 那你就不會吵 現在有些吵出來 它分得不 分莊不雲 但是香港要珍惜 是不是 除此以外 我想香港人 都有很多很開心的事情 除了食物比較安全之外 但是博士 你們兩位 又怎樣看呢 最近很多矛盾 我們都提到 毒奶粉的事件 令到內地人 可能就會來香港 買奶粉 而是買的量 都是很大的 一早 你香港政府 就要在那個敏感度 建那些加工廠 你都沒有做這個計劃 整個中國 你紐西蘭澳洲 在那裏設一些 大型的加工食品廠 奶粉廠 想窮都難 真的 有免稅入口 你意思是 敏感度的意思是 在香港 還是在內地 我們在香港 我們在香港 我真的算是香港的工廠 明白 各位 如果有商業頭腦 真的可以考慮這件事 你每天都要用的 其實是的 而且現在的生育率 都是比較高 那些涉及奶類的產品 很多 寶寶仔用品 什麼都用 他那些尿片 說完那些肉爛 裡面 現在那些小孩有錢 你家人一個兒子 所以你只搞這些 這些用品 政府都沒有做到 可能就是嬰兒進口 我們可以做多些 因為香港其實都沒有特別 自己去做奶類 但可能因為我們本身 進入多些 在這方面來說 我們其實多多都能去到 你找幾條人 有靠看圖書館 找幾本書來看完 立法行政會說話 那你不收工嗎 香港 其實對於每一種問題 每一種問題來講 其實都有不同的解決方法 現在第二節的時間差不多 我們第三節再回來 繼續跟兩位博士聊天 香港人網 音樂癖好 我是A-Day Angus 這首是我們A-Day 和選民力量 和家琳一起合作的一首新歌 叫《慈安心》 門前若風吹雨打 仍期望去走國家 多盡至少發夢的話 其實這首歌 我們開會的時候 想做一首可以代表到 年輕人的心聲的時候 和我住屋的問題 很多人就說 買不到樓 房屋政策 就不知怎樣 所以我們想到 做一首關於說 居住問題的歌 給填詞人和編曲的時候 大家的想法都很接近 整個感覺很smooth 大家都很自然地做到出來 齊心有傻說 都沒有真夢 情人掌聲落 仰安安心 聽得太熱說 能逃代我 失信並未多 極有志氣也內寒 我們聽聽家琳的Demo 好笑女情華 小民情歌 我們把歌詞寫得 好像一個女生 一個男生 因為很多男生 每次都說 給他一個很安穩的家渠 但誰知道一次後一次 都令這個女生失望 誰曾滑瓜 手指抱唱外降 安穩會贈給我 誰曾滑瓜 相處齊 心有傻說 都沒有真夢 情人掌聲落 又安安心 聽得太熱說 難道台我 失信並未現多 失信並未現多 進攻到流落海 得到幸運而一躲 夢想的聲音飛過 掌百萬五段曲 最近一生所決 總有了日未睡 恭喜我 香港人網 音樂評號 我是A-Day Angus 酒色財氣 支持郭兆明博士 支持郭兆明博士 回到第三節的酒色財氣 大家看到 其實Dr.Lau 因為完成了兩節節目 他先行離職了 我們很感謝 今天劉博士上來 幫我們和我們聊天 以及解答一些問題 接著為時間 問回郭博士 有什麼問題 叫網友打電話 你不問問題 最好 因為今集開始 其實我們開始了 封閒熱線 其實各位網友 如果有任何問題 想問郭博士的話 可以打回來 28927899 28927899 或者你們在網上 chart room 留下的問題 其實我都會 refer 給郭博士 大家千萬不要害羞 有什麼問題想知道 想問 就記住 問回我們 有什麼問題寫上來 其實剛才 已經有幾個問題 你告訴我 好 首先 因為大家看到 劉博士是關於 獨修毒 是經濟產業 也想問兩位博士 怎樣看蘋果 即是甚麼股票 他們說 怎樣看這隻股票 我想 這個是否 想知道 應該問美國專家 好一點 是否想知道 賺不賺錢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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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股票是受外圍影響 嗯 還有現在我相信 它都高了價 明白 或者可以股戰場 不過不要緊 其實 審問 剛才我們 第二部分 最後講起 其中一位特首候選人 就是梁振英先生 有網友問 如果 真的被梁振英先生 做了特首的話 其實對香港的經濟 會有甚麼影響呢 第一 他會做事 最好他是共產黨員 我個人意見 不是 就輪盡 如果真的共產黨員 對香港更好 你共產黨員沒有壞 那共產黨員有好又壞 起碼他不用被土共欺負他 回到中國談判 他自己人 現在怕他不是 如果他是共產黨員 我第一個支持他做 如果聽你這樣說 這樣看法 有一個人不是 梁振 不是 這個人藏機好心 不是 你做幾十年 令共產黨順利 你這個人藏機 我這個機心 我更害怕 有些真是共產黨 所謂的 香港也是回歸了 做共產黨統治 是中國的領導 你不要默殺這個政治現實 所以很多人不認黨員 我覺得是很亂象的 明白 其實我也想知道 如果這樣看法 現在我們的特首曾蔭權 其實又不是黨員 他當然不是 你意思會不會是說 因為他不是共產黨 一些資深的黨員 變了 因為他不相信你 他不相信你 買幾個木嘴行政局 周圍盯著你 左階階又階階 所以有時候 他可能想幫香港人做事 會不會都沒有那麼容易做到 而且他本身 他沒有那個風疆帶利的氣派 這個曾先生 整個鼓滑仔 我們當年 我說的事實 我問匯豐銀行 蒲偉時自己說的 不是我說的 有人問主席 你做銀行家幾十年 有什麼人 你不借錢給他 不相信他 他有三種人 第一種是打煲胎 第二種是流蘇 第三種是做記者 所以那時候 他兩件事 一個曾蔭華 一個曾蔭權上場 我扑街了 所以投資非常少 在香港 兩件事都中了 到有一霸禍出來 就是 給銀行家 看人很準的 有三樣人 不可以相信 一個是打煲胎 一個是流蘇 一個是做記者 記者都基於他 周時作新聞 講謊 很多都不是一個誠實的人 你看香港傳媒 你知道 嗯 但我也很想知道 記者我們都明白 有時候 未必是各個記者 都這麼有專業操手 那如果 你打煲胎 和流蘇 為什麼 有什麼問題 是覺得不可信 你寫信 就是蒲偉士 明白 大家可以試試 我們知道 我不告訴你 為什麼 你可以問主席 什麼理由 不相信這些人 明白 大家都可以作為參考 這個時候 我問第二個問題 之前有個電話 就是黃先生打 不如我們先聽個電話 喂 喂 各位葛博士 你說吧 葛博士 我想請教你 你昨天 講心經 講過觀字 然後 就帶到你說 看到一個新聞 在石油期貨 做了一些買賣 相信其權 其貨 賺了些錢 那葛博士 我很佩服你的見識 但是 你一方面講佛經 另一方面 在期貨 市場 這兩方面 是否有矛盾 如果我做和尚 就有矛盾 明白嗎 但是 你說佛經 佛祖沒有叫 佛祖從來沒有叫弟子 做窮鬼 你回去看佛經 維摩蕊 大把錢 幾個老婆 有個弟子 捐了整個花月 有個地方 給佛祖廣經 用黃金鋪地 知道嗎 嗯 逐家人可以很有錢 你要知道你的錢怎麼來 有沒有犯法 你的錢財 也可以做善事 那些錢怎麼用出去 有智慧 不是亂做善事 明白 如果你亂做善事 總之下了個鹹水田 都很糟糕 你好心做壞事 沒有了好結果 所以我們要 最惠事先 先進行 幫採點 幫採取習近編 還有其課 有什麼心得 我沒有的 我一年做四宗 富貴 哪有這麼多事 毫不做黑衣 我一年最多買四個股票 好 謝謝你 謝謝王先生 你的電話 其實 Trump World 公路有個問題 就是剛才王先生 問起一些經濟上的問題 那麼其實 有人都問起 經濟上剛才有位聽眾在蔡風問兩位博士 關於蘋果股票 我想這些問題最好問谷戰場那邊 或者其他的主持 但其實有問題是問博士覺得蘋果的產品好像是魔鬼 你認為魔鬼就變成魔鬼了 這個世界就是小心一件事 譬如說你認為石頭是神,你會變神 世間是你自己變成的 Henry有電話 好,我有聽過電話 Henry 你好,Tina 你好,郭博士 我想請教在國內 因為文革之後 毒害對我們中國人太深 完全沒有了一套人格 沒有了一套做人的標準 如果現在在國內 我們又沒有信仰 如果真是救中國 會不會需要 大家有法學 這件事 可不可以幫到我們國家 另外一件事 我看到郭博士在國內做的事 在知識方面 學校、書方面 是幫助小朋友 是嗎 我現在是 你這個問題 我二十年前開始做的 是 因為現在問題是怎樣呢 毛澤東時代 有一本《無語錄》 作為一個resolution 就算《無語錄》不健康 它也是一個指引的 現在好像沒有 現在什麼都沒有 所以我最近 就是用那個印度電影 你們看到的 我用那個印度電影 進了中國 全國九百間電影 播放的 是嗎 是 那個《香港易領》 叫作死不離三兄弟 那一套 那一套 是 我最早引進來香港 這樣 因為 我唯一 可以在電影文化 但是很艱鉅工作 現在我在推廣 兒童百科傳說 希望每個家庭有一套 但如果每個家庭有一套 要幾百億錢 是 現在我通常在學校 一間小獲有二十套 我們做了幾百萬套 繼續還在做 現在在人網上 有個宣傳 是送這些兒童百科傳說 到山區 是 因為你剛才說得非常好 我有兩樣工作 做跟大家分享 是 第一個工作 我為什麼會做 當時做世界和平工作 因為八十年代 我在國家訪問 是 有人來跟我獻花 是 一獻花 身邊有人一棍 打到我的腳 是 我問為什麼 他說他踩到我的影 是 郭先生 因為你是佛學 這麼尊貴的人 我當年是皇室的成員 是 我們應該用刀斬他 因為你 我們不想令你難過 所以我們用棍 就算了 你死不死 所以那時候 我就做國際工作 去搞和平工作 我去亞洲佛教和平大會的香港區主席 現在還是 為什麼我會做中國工作呢 一見到六四民運回來香港 知道中國出事了 是不是 是 我一直把很多資源撥回自己的國家 我首先在農業入手 嗯 因為中國歷朝來講 一不夠食 就要改朝換代 是 是 他死一堆人之後 他又夠食 又可以有128年的和平 所以我就在農業入手 第一樣 我最早在中國改的 現在的三農工作 我做得最多 到後期 就 做下一代的教育工作 因為 現在我看到 我們國民最慘 他沒有一套的價值觀 沒有一套的標準 剛才你說到 他們有 聽黨的話 聽黨的話 向雷鋒學習 但那個不夠用 你不可以學雷鋒 人不可以全部奉獻 這個自己騙自己 中國人民大學下面的一個 道德科學研究院 是我創辦的 我當年跟他們黨宣傳部長說 中國共產黨的道德標準是不行的 你要求人太高 他不是神 對 你要跟你的時代 要改制 剛才有個網友打電話 他問我 你是學佛的 又賺錢 我不是和尚 同意 就算我佛聽 我不是這麼理解 我都明白 佛祖沒有叫弟子做窮鬼 他搞錯了 我入世就說 我的錢怎樣去用 怎樣來 我要合法 我用出去有智慧就搞定 多謝你的電話 你是一個很有心的人 我每天都要儲二十元 我以為是做善事 我會支持你的百科傳說 我都希望 我都有提到 我都希望 你扔他給我 我不鬥錢 我兩個基金 一個農業基金 一個網法基金 我自己不碰錢 是的 多謝你 多謝你 我們先回到 圖門 首先提醒大家 因為我們的節目時間 還有十幾分鐘 如果各位想打電話來封件 就在這裡把時間 其實圖門有一個問題 就是 我們的網友 Trader819 她問 香港 可不可以 在一國一制 生存得到呢 他意思是假設我們一國一制制度不是一國兩制 難一些法律制度不行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香港用普通法 中國用大陸法不同 很論盡的 以及在很多意識形態上不行 價值觀完全不行 所以很多人嫁了來香港 或者你跟國內有些人跟他們相結合的話 因為中國現在在教育制度出了問題 他還有少許用漁民政策 所以這一代的領導人希望有些氣魄 有些視野 但現在這一代領導人我們未看到 好像剛才所說 其實作為一個領導人或者高官方面 其實需要有氣魄 需要有氣量 有視野的 視野是很重要的 有觀察力的 我都說你夠膽就把廣告交給台灣托管 香港立即五萬點股票 你沒有什麼氣魄 當然沒有啦 這一代 不是得罪啦 我回中國經常罵人 你們可以上網 按我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跟我訪問 美國搞到黨部長要出來跟我補飛 大哥 郭先生很強 靜聽馬人 他才行止 要這樣補飛 大哥 是不是 我需要射你 以前我來香港很過癮的 共產黨哪個玩得很殘 你知道嗎 其實這個問題呢 關不關呢 他們的膽量 即國內的官員 是否會不會 他的制度 不是 他的制度很論盡的 你去到那麼上眼 現在就算你見中聯辦的官員也沒有人的 為什麼呢 他左盯著你又盯著你 他內部監控 即是你每個說話 你明天要告訴你什麼顏色 你沒有自己的 你去到一個某級的幹部 派兩個bodyguard給你 你自己知道將來有這兩個人家產 拘捕你的 派個司機給你 由你明知道司機把你把背脊放在哪裡 派個秘書給你 他由雙層領導來把你把背脊放在哪裡 所以很無癮的 國內造官做慣了 你不做慣你不做 他受不了的 怎麼做 明白 因為他用那些明朝的東西創的制度來看國家 好東西學不到 學了一些壞東西 這個蘇聯拿過來 和你沒有分享 因為很多網友想知道 我以前做領事的運作 就給你們一點嘗試 好啊 比如我簽個Visa給你 寫錯你的名字 你現在說不對 你的Visa貼上去和我的PASI的名字不同 錯了字沒有 我就可以了 我寫一隻銀子 入境就拘捕你了 為什麼呢 我又不太明白 我每一個時間要錯一個字 錯就對的 但事實真的是這樣 如果你偽造文件 你不會寫錯自己的名字 傻女 哦 所以 你做一份偽造的Visa 入我的國家 你怎麼會寫錯我的名字 寫正 就拘捕你 不拘捕你 就被人跟著你 嘩 其實是否算我們所說的都很差 我們在東歐集團的陣營用的方法 和外面人不同 比如你們想不到 那就是我們呢 其實呢 你做假文件 當然有個假Visa 你當然是對自己的PASI 打到四平八均 你一定會死 凡是你那些文件沒有簽名 我們在東歐集團 現在你國內那些批文都沒有簽名 即是沒有一個人的簽名 只有圖章 只是給圖章的圖章 你好像很容易冒認 哦 有什麼事就脫身了 不是啊 你真是搞錯 這套我不告訴你 你那個秘密 你以為很容易挑過圖章 一級就拘捕你了 很容易挑的 以為 那個很深奧的 那是蘇聯我們那些學問 哦 但是其實在前蘇聯的時候 其實都是有用圖章的 有用的 所以它沒有人簽名的 你很容易撞板的 因為我給你一個文件 我寫錯你的名字 你做假文件 你不會弄錯你的名字 你走進來就死了 我一個星期過一個字幕 你這個禮拜我第一個名字 第一個字幕 搞錯 下個禮拜就錯第三個字 一進來就知道你是假的 所以你們這些內部 好像密碼一樣 是你們才知道的東西 是的 我們當是一個密碼 這樣看吧 那些 譬如我們那些 系統就不同 那些人經常說 共產黨世界 嚴言逼供沒有的 沒有嚴言逼供 搞錯了 共產黨沒有嚴言逼供 當然沒有 不用嚴言逼供 綁你一張床上 樓上滴 下來滴 你的額頭滴滴 你自己要死了 這個 郭博士 這件事 會不會在你的角度 不算是嚴刑 但是 但是你受不了 譬如我把我的傷疤 我把外面的溫度教 給你人體 你受不了 因為徐仔坑在罐裡 你沒有傷痕 你比嚴言逼供更慘 是你的內神經傷 人受不了 他受不了 明白 他不是說 你把客人打到飛起 說笑的 拍戲 好像拍電影 在旁邊打到混蛋 所以這件共產黨 那些反應出來 每個都沒有傷 沒有實際的傷痕 沒有的 但你捱不到 他在微型神經 影響你 哇 本來捱不到 但是他們 比歐美國家 人道一點 為什麼 阿姐 憂美過筋 拿滴回去 放你出來 打口 雪腫針給你 三年 你用骨敷的 不當你是不是 都收你工 你意思是 如果在國內 同樣的事件 就沒有手微筋 不是國內 外國更仆街 外國更仆街 即是會更殘忍 他們陰招多 哇 這個真的不說 不知道 他會當你沒事 因為他不夠證據 拿你 那你無緣無故睡 一天 那你第二天出來 兩三年 你的骨敷了 整個骨敷 沒有知道這麼多的事情 有些事情不應該聽 聽了你會有殺身之禍 說錯話 無所謂 不應該聽的 你聽到 是最不便宜的 大家 忘記了 最好不要聽到 你不應該聽的 你亂說話 好像在一個傷子 在後面 做油魂亂吵 沒有人吹你 但你聽到 那些不應該聽的 你跟著 再去告訴別人 你會累死一個人 有些事情不能聽 而且博士 我曾經聽過 一個真人真事 各類的案件 話說 某一位平民 在網上訂了一本書 他想著這本書 其實是有一些收藏價值 炒賣的價值 簡單來說 但是他在網上買的 用信用卡去買的 但是因為這本書 我聽回來的 都不是我認識的人 就說因為這樣 就被一些政治上的勢力 抓了去 都是算嚴刑逼問的 問為什麼你去買這本書上網 還有為什麼你持有這本書 你是不是想著再翻印 因為原來是說這本書 裡面內頁有 是有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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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政治上的問題 但是為什麼會 就是他們的線眼 是不是這麼厲害 你上網買一本書 都被人查到 然後一本書 我們香港人會覺得 中國這邊比較敏感 他讓你進來 打結一間銀行 你把電話給網上聽 提一提他們的電話 好 提一提各位 就是2892789 7889 對不起 2892789 如果各位有問題 可以隨時打上來 你入中國 你可以打劫一間銀行 它可以容許你 因為你打劫一間銀行 走了就算了 但是如果你出一本書 影響政權的危害 政權的穩定 它就更慘 打劫一間銀行 現在就放鬆了很多 但當年我另外有一個方法 我把他們裡面禁的書 周圍寄 圖書館寄 周圍寄 它明知有人檢查 是 我也明知 它收不到 大學一定圖書館 收不到 你檢查我 我便洗你腦 其實你已經知道 那些書中途會被人截低了 但是你都覺得 中途會有人看 總之有人看 你就可以傳達到你的訊息 我洗你腦 我洗你腦 這張真的很高 是啊 我洗你腦 所以後期我一路一路做很多 其實都引申到一個問題 好像書籍是可以傳播到一些思想給人 同樣地 也有網友問到 有關於內地網絡的開放程度 因為其實 除了 不如在這個問題之前 我們先聽聽電話 就是Kelvin打電話來的 好 是啊 郭博士你好 大家好 我想問一下 大家都知道 中共做了這麼多壞事 但是 根據佛學的觀點 是 惡有惡報 但是中共 什麼時候會有它的報應呢 它惡之中有好的 最麻煩的一件事 第一 中國在這麼多朝代 我們說現實 我不需要幫共產黨說話 是 所有海外中國人 包括我們 享受到現在 國際上的地位和尊嚴 是它這套 畸形的管治方法得出來 對不對 成不成功 是吧 這是事實 第二 我們也有很多背景 有多久時間 現在還有多久時間 現在大概節目還有五分鐘左右 有多久時間 薄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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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薄一點時間 可以加一點時間嗎 不要緊 薄一點解答問題 我們看看同事 我解解給你聽 這個挺有意思的 你可以問 因為你問問題 可以讓很多人解決 我們世界上 在這八年內 出現了一些現象 很古怪 這幾十年 說第二次世界大戰 第一次世界大戰 我不說 太恐怖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 如果日本人 不打中國 是叫中國幫忙 跟他看檔 就整個亞洲分了 對嗎 即是我的格仔 打完回來 中國幫我看著 那整個亞洲 我們都收工了 跟中日 跟日本人 整個亞洲搞定了 對 整個亞洲 全部統一了 我們都看檔 幫助入格仔 如果德國不打蘇聯 就整個歐洲 跟蘇聯合手 是嗎 是 是 打完仗 我們中國人太自私了 加天下 如果蔣介石和毛澤東 不為了自己的權力利益 他鬥爭 一九四幾年已經入營合國 要不要搞到文化大革命 要不要有台海兩岸之爭 到現在還未解決 這就是自私 對嗎 是 我們老百姓就是中央 受害 但是最危險 現在未來 我們看過世界 就是這樣看的 我們中國 都危險的 在我們中國 北面最上面 是俄羅斯 俄羅斯 是世界上最強項的民族 連德國都可以趕走 是嗎 是啊 人不是很多 但是他能擋得德國 你記不記得 在第二次大戰 德國都輸給他 莫斯科 連連格勒 戰役 是嗎 不知道是好運 不是好運 他們真的很堅毅 在我們中國的南部 有個印度 印度是不硬的 軟度是很可怕的 它的軟度 連英國都會趕走 我們現在在中間 所以是危險的 如果我們中國人 為什麼要教小朋友 要學足企 要學多些知識 你上面硬 下面軟 夾著中國 你兩邊都不夠硬 又不夠人硬 軟又不夠人軟 你跟印度人做生意 他趕幾個小時 交給10元價 是不是 會輸給人的 大哥 你沒有這樣的耐性 所以就說 我們很好 環境看這個世界 因為中國共產黨 是外國人 我帶頭搞革命 他不是外國人 他所有黨員 都是我們同胞 但你也說 他貪污一條龍 他是我們中華民族一份子 我沒有理由說他下海 當然我未必有這樣的能力 但如果他共產黨是外國人 我就大了頭搞 但是他是中國人 但是他有一個輝煌歷史 他在中途幾十年前 是弄了毛澤東 弄錯了國家 他們應該有勇氣出來 糾正錯誤 所以六四文明要道歉 他最重要的是 文化大革命 他一定要道歉 整個民族的文明 傷害得很厲害 六四是小事 對不對 死了幾千萬人 文化大革命 連三萬四反 政策錯誤 共產黨是有歷史的責任 但是我們是否要等他 共產黨的下一代 想糾正 我們不理他 共產黨會不會千秋萬世 所以我們要一直做好 自己下一代的教育 你不可以搞毒奶粉 做那麼多假事 你會變成自毀成長 也不用人打理自己自殺 所以我們要一直搞好教育 以及搞一些智慧給下一代 那些共產黨 你不擔心那些混蛋會死的 其實郭博士也能答到 Kelvin你的問題 今天再一次 多謝Kelvin的電話 是 OK 其實 我知道各位聽眾 都知道時間 很想聽多些郭博士說多話 不過不好意思 因為接下來有節目 所以我們時間差不多了 你們可以打問題上去 說給我們跟進 多謝大家 是啊 提醒大家 下星期二 都是同一時間 8點至9點半 在我們二台這裡 就有酒色才氣的第三集 下次可能徐家傑會回來 因為講完他下一半部分 一些廉政的趣事 還有一些故事要說 他不知道 我跟他70年代 他知道他害怕的 我們帶頭 叫我的兄弟搞暴動 警察部 嘩 這些真的很猛料 我們都是 我跟他曬爛的 那時候我提出 很期待 曬爛爛的時候 他都死人 這麼厲害 但我們留待下星期 但有些探長不接受我意見 又不肯拿出來 不要緊 我們呢 坐大了他們的勢力 我帶頭叫曬爛爛 真的 我現在聽下去 都覺得很期待 我下星期 希望看到郭博士和梁先生 對不起 徐家傑先生 繼續上來 說回廉政的問題 不錯的時間 下星期 酒色財氣再見 再見 拜拜 香港人網 敢說最好聽 我是趙石芝